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在福智林的办公室 我可以跟和登集团的研究主管李瑟先生 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个状况 简单来说,其实最近福智林本身有非常多的企业客户 来到新加坡之后,大家普遍反映一个情况 就说现在好像租房子比较贵,一个说租房子比较贵 而且好像买房子也是有点贵最近 所以虽然说我们福智林主要还是企业服务为主 客户问到了关于房价,未来的走势 我想说总要给大家想一想怎么一个更好的了解 我就想到了说,为什么不找我们的好的伙伴和登 特别是斯德经常也经常是在这个报纸,报章 然后以及电视采访当中呢 作为这个和登集团的代表 给大家一些想法和建议 那今天也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主题 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slides吧 就是斯德也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内容 然后呢,准备了一个PPT的slides 然后我们一起来这个看一下啊 稍等啊,share the slides OK,我们就从这页开始吧 你免得disclaimer要讲 他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OK,先介绍一下河东吧 就先是非常感谢Feringa 邀请和登下来做这个视频 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这个视频 就像昨天我跟我的总裁 也是第一次这样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 所以河东2002年成立 今年是我们第20年20周年了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是第三大的 那个房地产终结公司 所以从买房、卖房、厨房之类 我们全部都包办 甚至是搬空楼或者鞋子楼 如果想要买的话 我们也是有终结可以服务的 厂房也是有这些一系列的服务 那所以先讲一下 因为如果 这个其实是我跟斯德说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的 因为很多人呢 就是从外国来到新加坡之后 他肯定要了解 我在这里买房子的成本是怎么样的 对吧 相应的税费是多少 所以这个ABSD 对吧 这个BSD可能跟大家年来说 所以先讲了 我们买房基本上一定要付买家印花税 就是buyer stamp duty 所以政府是怎么样看的 他们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调整 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房价是超过了100万 你就必须付房价的4% 然后那个程式是你成立4%之后 然后你再减去新币15400元 你就会得到你的买家印花税 如果你买的房子少于100万 100万或以下的话 那就是这个税务是3% 然后减去5400 这也就是一个 有点像Farmula的一个格式了 然后来算这个印花税 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屏幕上的买家的额外的印花税 对 所以那个买家印花税 它是没有区别说你是新加坡公民 你是永久居民 或者是你是外籍人士 可是来到了买家额外的那个印花税的时候 它就有做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对 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居住了一些时间 你是这里的永久居民的话 你买第一套房 你就付那个额外买家印花税的那个5% 对 也就是这5%啊 是要加上咱们前面的原本的印花税的 那也就是说针对永久居民的第一套房的话呢 如果房子价值超过100万新币的话 就是4%的这个房价4% 减去5400 但同时还要再加一个5% 对 是这样算 对 所以如果你是永久居民买第二套的话 那就它就上升的比较多了 对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怎么来看是个啊 怎么来说 那个wealth tax 就是我在这里啊 可能讲一下就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买房相关的税务呢 这个针对的是住宅 并不是商业地产 对 那么住宅的话呢 我觉得在新加坡我们买了房子不是用来炒作的 我们是用来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第一套房子的税并没有很高 对 而且在这里呢 因为今天的这个分享主要针对的就外国来的很多的这个客户 对吧 像我讲我们很多企业客户来这里租房买房遇到这些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PPT里面看到的是永久居民或者是外籍人士 其实就算是新加坡人除了除了第一套啊 那个税是3%对吧减5400的这个这个公式第二套也是加完ABSD也是百分之十对不对百分之十二的税 所以这个政策它其实是公平的 对啊 就是大家都希望说这个新加坡这么美丽的一个小岛 我们的住的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作的 不然的话就是房价一直上啊 也是有压力 房价一直上就就间接可能会形成一个泡沫 泡沫破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有很多问题的出现啊 所以这这方面是政府啊 进行的一部分的就是防止这些泡沫形成的一个措施了 所以对整体市场来的平稳性稳定性这些可持续的话 价格持续的上升的话是有好处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新加坡政府 就是说他会在刚开始觉得可能会有房地产住宅方面泡沫的时候 即使出手出台一些政策 其实对于买家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市场环境 对啊可以这样讲 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就可能就说一下最近房地产的情形啊 然后我们就可能看一下利息的走势啊 跟会不会进入现在大家都在说的就是啊 经济会衰退之类的啊 所以那对房地产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在第二季度这是他们啊刚刚出炉的数据 当然比较完整的数据要等到这个7月22日 现在他们就看到第二季度其实啊房价上升了一个啊 百分之3.2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这半年来2022年的半年就上升了一个百分之3.9了 所以比起以往其实他在降温措施出来之后 他还上升了这么多就可见啊其实市场上有一些啊什么供应跟一个需求的不平衡存在 所以那个价格才会啊上升的这么快 或者是还有没有中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因为现在的全球局势的这个不稳嘛对吧 然后以及金融市场的这个不稳 所以导致大家觉得说哎有没有什么投资的一个方向能够相对安全 所以会很多的钱就是会流入到房地产市场 对所以啊如果讲到这些的话我们就其实看得到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就是4月份啊新加坡就啊对外开放了嘛 是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啊外国买家就进来进入新加坡市场来啊吸购这里的那个房地产 所以他们的啊购买力其实啊挺强的我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就这边买了一点那边买了一点 所以从而啊有推高了一点这个价格的那个作用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一个啊投资方面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5月份很多股票市场啊进入熊市 然后那个啊虚拟货币也发生了很大的那个啊不好的一些情形 那个消息负面的消息 所以就买家就把他们的那个目光转入比较稳定性的一个资产 就是买房啊 对可能这里呃有一个这个数据啊不懂现在是不是还是准 所以在这里我们两个一起聊一下 就是新加坡啊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呢新加坡政府在推的是居折有其物政策 也就是新加坡本地的老百姓本地的这个公民 甚至永久居民可以买二手的这个政府组对吧 然后就是80%现在呢用物率是80%90% 这个还是在住这个政府的这个福利房的对吗 呃这个可能你们呢啊中国叫公房吧 我对对对对对就是就是福利房对 我们这里是叫政府组屋啦对就是政府就以比较啊和理的一个价格 卖给呃自己的公民对如果你要是 genug居民的话当然你必须和一个新加坡公民一起才可以购买那个新的那個主屋 不然你就得进入转入售市场那边来买 也就是说这边的市场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新加坡本地人 是以这个住这个政府组务为主的 这是新加坡政府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那么在这个私宅市场 其实我主要想说的是 在私宅市场里面 我觉得市场上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们都会有的时候感觉 就是是不是外国人来的多了 然后这个房价上涨了还是怎么样的 但其实我觉得在私人住宅的 比如说公寓 咱们就拿公寓来说的话 这个市场里面 据我的了解 过往的很多年 还是以新加坡本地的买家为主的 外国买家 其实他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对吗 就20% 30%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方面的数据 其实政府在这方面就已经 对外公布了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是 现在基本上在这应该几年 从201317年这样 就是这5年以来 就是外国买家在这里买房 就是平均是在5%左右 所以这个数据不是说很高 而且他们买的其实 就是比较高档的一些房子 所以说大家如果买比较大众化一点的 那个市宅的话 其实你不会受到这些外国买家来的 那个影响 这个其实我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刚才斯德讲的非常对 外国买家来了 他只是一些特定的区域 他买一些这个高档的住宅 其实新加坡的这个 我们看普通的这个公寓的这个市场的话 其实还能找得到这个价格相对优惠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个去年 卖了我之前的房子 然后买了新的房子 我的单价是低于1000块钱的 我买的是二手房 低于1000块钱一尺的 这个价钱的 就是在新加坡 而且我的地理位置 我觉得还不错 在这个东部的乌鲁血池附近 然后环境也很好 周围有个公园 这个我觉得生活品质很高 但是你就算换成人民币的话 他也不到5万人民币一平米 这样的一个价格 在新加坡还是有的 只是说大家不要对比说 哇一看就什么三四十万人民币一平米 然后新币好几千了 乌节路了 其实新加坡本来国土面积 就只有700多平方公里 只要是觉得生活舒服 还是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一些选择的 所以不要有一个固定的认知 说这边的房价好像已经高得不得了了 那就是跟自己看得去有关系 不止我们看的区域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要看你买的房的 是你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史 这个也是 这个新加坡这边的地气 因为地气有99年 999年永久地气 它有不同的地气 那么当然地段地气 以及周边的环境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小区的这个定位都会影响到它的价格 对 而且跟跟国内比的话 国内70年 所以是一定的那个价格也会有差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买那个二手房的时候啊 我觉得哎 没关系啊 这房子2015年16年交房的 就算再加上那建筑期 你再加个四年 对不对 就算是2010年吧 然后到现在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年 对对吧 我觉得这我我这一辈 然后加上我的小孩 这一这一代肯定 如果我这个房子不卖的肯定就供了 对对 我们往下看 OK 现在就是通货膨胀了 就是全球性遇到的问题 这个通货膨胀 现在的问题 最大问题是 其实是供应的问题 是 不是说大家的需求很大 当然我们从疫情 那个转入现在的经济增长 当然需求有一定的上升 可是主要还是因为供应链的关系 所以很多货来不到 或者是物流方面的那个价格上升 导致全球的那个价格都一起的上 通货膨胀是现在大家就是 面对的一个一个没办法的一个问题了 对啊 包括我前几天在这个油站 这个打油啊 因为以前打油 就是我把我的油已经用到没有了 快没有了的时候 环格了 说reserve的那个油了 我去打 以前大概打到满98号油 是170-80块钱 新币了 就是什么油站的折扣之后的价钱 然后因为之前的我老公 我老公经常最近我的车 他在打油 就最近这几个月 我没感觉 他前几天我去打油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不是200多了 300 其实翻了一倍了 因为之前我们打 我打95了 我就打的时候 其实就每次都是少过100了 现在不管怎样打 那个价格出来 其实都是接近200 当然有一些折扣之类的 到时候可能升 超过150 就是这样 但是价格真的涨了 我还跟那个油站的这个柜台的人讲 我说现在价格涨到已经 你看我这个单的300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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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现在是这样 所以每公升现在是3块多了 他打98的就是要到4块钱了 所以很大 就很大 这个时候 看看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不要乱花钱 尽量节省 对对对 其实讲到这里呢 我们再讲一下新加坡的一个优势吧 新加坡这边呢 其实每五六百米呢 就有一个地铁站 那包括我来讲呢 我平时这个一箱油 可能很久都没用完 就是我经常是把车开到office以后 开到办公室 周边我到周边的朋友 约我出去什么的 其实我是做MRT的 我也是 你比如说我到Riffle City 我就一个站嘛 那我我为什么要驾车过去 还要付那个停车费 我就直接车 反正season parking 就包月的在办公室 车放这里 然后我就是 而且现在就连那个自己的银行卡 都可以作为这个地铁卡 直接一扫 然后我就地铁 五站以内 我就是平时靠地铁走来走去 很方便 对啊 很方便 也不用去麻烦想哪里有停车位 对啊 对啊 对 我们看下一个 那其实这个通货膨胀 一个很好的政策 不是政策 一个策略其实就是说 你要对冲的话 就是买一些 那些资产 对 它的增值方面 就是会超过这个通货膨胀的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 新加坡房地产的 那个价格的那个走势 就是我们看了这从2000年到现在2022年 啊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看到是房价永远都超过这个通货膨胀 所以从这个啊 以往的经历 对对 所以就往往就能对冲这个膨胀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那个方式 而且我觉得针对外国的买家来到新加坡的话 大家可能可以考虑的就是住宅真的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的啊 这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考虑去买一些商业地产 因为商业地产 其实本地人跟这个外国人 他的税啊 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吗 你没有那个额外买家 对对 没有额外买家 以后他税 而且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我们的客户 他考虑到要把这个国际总部区总部放在新加坡 他会考虑去买办公楼啊 买了办公楼 然后一部分租出去 一部分自己拿来用 然后又有一个租金的一个收益 而且他的税就是300% 因为他的税 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公司是一个消费者注册公司 我用公司名义去买了一个办公楼 然后可能我买的时候 对方管我要了一个7%的一个消费税 那如果我是消费者注册公司 在中国叫增值税注册公司 那我还可以再去退税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交易成本就变得很低 也就是商业地产 不是住宅的话呢 其实就是以市场自己的一个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市场行为往前跑 政府并没有很多的这个去干预这个市场 是这样子 所以房地产抗通胀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那另外就是利率就是全球性都在上市 美国联储又把他的加息75个基点 那甚至还有人说可能接下来这个7月份要加一个100个基点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在很多年到那个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他们就减息减到几乎是零了 现在又在加息 所以这方面的话 到底对房地产价格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就看了 从16年就看到现在的话 其实那个橙色的就是我们所谓的Cyborg Cyborg有很多的贷款是用那个来订的 另外一个就是Sora Sora现在是比较普遍的一个 因为新加坡政府就是希望大家在20123还是2024之后 全部都转为Sora的这个贷款 然后蓝色的方面就是房价的走势 所以这里看得到的是 其实利率上升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说房价下跌 反而如果我们针对比较针对性来看的时候 我现在在写这方面的一个报告 就是其实那个需求在这个17年到22年的时候 都是很强的 所以这方面其实就推动了那个房价的上升 所以这个利率上升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要买房 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 对对是 所以我就看一下金管局的那个数据 它在这方面 在这里新加坡整个银行的体系当中 那个M2的Money Supply就上升了很多 就是我们看到它上升的幅度 远远大于人们从银行贷款来买房的那个上升 所以这也可以说明说这里的人因为经济繁荣 然后大家有稳定的工作 所以储蓄方面也增加了 他们买房的时候甚至有很多人其实买房 他们不贷款的 他们就用全部的现金这样去买房 所以才推动了整个市场墙 所以利息上升不上升对他们来说的影响不大 而且还有一点因为我还是回到因为这个我去年不是刚刚买房吗 对吧我的利息当时真的很低 年期才一点多 一点三还是一点五就真的很低 你就现在再涨的话就算涨到百分之二年期或百分之三 其实还是在国际市场上也不是算一个高的一个 一个这个房贷利息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以现在来说 现在sora如果贷款用sora来说sora是个浮动性的啦 所以他会跟可能每三个月就是会变动一次 他现在以现在0点百分之0.7 加上银行如果再加一个百分0.8的话 所以你现在贷款的话是大概百分之1.5的一个利息 对还是很低 真的是现在利息还是很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管新加坡人还是外国人其实还都是可以拿银行的贷款的 而且这边的贷款的手续相对还是比较简便的 而且基本上我看这个银行委任的第三方的这个估价师 他对这个房产的这个价值的估值跟的这个他贷款的额度都是可以匹配的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也也难怪了很多人觉得现在不稳的情况下 钱投哪里呢对吧你想想银行的贷款利息都这么低 存款利息肯定更低 几乎零这里的存款利息 不值得把那个钱放入那个存款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会这边看看一点那边看一点 不同的债券如果利息就觉得好一些的话 我就会放一点在那边 就是分散了 就是说就算你要投资的话 你也不要把所有的所谓把所有的鸡蛋就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就要这样 这个是另外一个来让如果大家不喜欢看图的话 要喜欢看一个表我们就就看这个表 其实它是同样的刚才我们就已经解释了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需求大 所以在市场上没有售出的那个单位一直的下跌 所以在整个维持的这样的情况 对来往下看 所以如果真的要对冲这些利率的上升 我个人的建议这里的是 就是你买那个七房 而且这个七房你要看的话 就是他第一次推出市场的那个七房 为什么因为买七房的时候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的那个数额就向银行贷款了吗 对 我们是那种那个什么雷进戏啊 这种满满的加银行贷款 可能我加一句啊 这个就是说他会根据房子的一个工期来付款的 对 如果房子地基建好了 那比如是房款的10%还是20% 那你要是跟银行贷款的话 那也就是针对这10%或20%的钱 银行给一定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额度 那所以刚才斯德的意思就是你不用一下子 一下子可能刚开始还的那个每个月的 很多还到 就很少 一直到他可能因为新加坡盖房子是平均三到四年的这个时间 现在更长了 所以你会把这个周期给拉长了 所以你如果这样拉长的话 现在的利息上升再上再上 对你来说 你没有什么感觉 长一点感觉不会太阴险 对吗 那个现在地基如果要打建成 以往的建筑的速度是大概 到达一年这样 现在可能拉多过一年 所以你在这 还完手期的那个20%之后 你接下来10%的话 那个从中你才贷款另外一个5% 这个你可能要还银行的利息 你要等超过一年后你才会还 那时候利息的走势又变了 又变了 可能你平稳可能又跌 那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赢家了 对 也就如果不着急的情况下 不着急要住进去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新房了 对 因为这样的话付款各方面的 就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没那么大 对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的 就是你用SORA 因为SORA它是以银行对银行之间贷款的 那个借贷的一个利息来定的 它是以实际的那个交易的那个利息定 所以它是比较平稳 比较可靠性 因为如果你要SORA SORA银行它会觉得是 如果它涨广 它说利息会继续上 它会把SORA一直往上调 它不是以实际的那个交易的那个利息来定 所以真的是如果是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就是房贷的 你要再去融资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用手了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你有跟银行拿这个就是房子的贷款 比如说一个优惠的利率的锁定期是两年 对 两年后你要找银行去重新 我们叫repackage 你要重新换配套 对 如果你不换的话 可能你之前的利息是年期低于2% 那可能过了两年优惠期 因为你没去换配套 那可能会变成2.5 3可能都有这个可能 那当然银行不一定会主动来提醒你说你要换配套 对吧 通常不会的 他会跟你说会利息要调整 他会通知你 但是他不会一直打电话 你利息现在高了 对吧 这时候他自己主动找银行说 我的这个之前优惠的这个利息配套到期了 我现在我们有什么新的银行促销的配套 然后再来换一个配套 这样比较划算 因为有的朋友不懂的 他就觉得说 我之前的每个月 比如说我的这个银行的贷款的月供 比如说是5000块新币 怎么变成6000了 更高了 他其实不知道 其实因为那个配套过期了 要重新换一个优惠的配套 给大家提醒啊 这点一定要注意 那这个就是美国联储局 他就说他是希望了 就是美国经济可以 不会进入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 可是当然这个任务其实越来越的艰巨了 所以当然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怎么样的一个应变了 对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 现在我们就是在讲到了 对对对 所以是经济先衰退呢 还是是房地产先衰退 这是两者见到哪一个 是第一了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其实很多时候 甚至好像我们在读书 我读书的时候了 其实很多人说 经济一定先衰退 然后我们再看到房价下跌 可是这个图这里就显示了相反的一个情况 我们首先看的是蓝色的那条线 蓝色那条线是价格的那个指数 指数的变动 那一个橙色那边那方面的话 那个GDP的变动 就是这两个都是每个季度的变动 所以你看到那个浅红色的那个那边的话 就跟你讲 发生了重大的一些经济啊 或者是其他事件 对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是蓝色那条线 它进入那个那个negative那边 就是full mid那边 对 它就是萎缩的时候 它是远远快过整个经济进入萎缩的一个状态 所以而且这个不只是在198多年的时候发生 我们在199多年也看到 2000年看到 2008年看到 甚至在现在的2020年 我们也同样看到 因为我看到斯德文找的数据是从1975年第二季度一直到现在 对 也就是说我们要纵观历史 然后看过去的这个数据能够找到一定的一个规律 对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就是跟大家说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 2022年第二季度 那条蓝色的线是在晚上的 对 所以它现在还没有进入那个萎缩的一个情形 所以就是说经济方面 应该是不会进入这个萎缩的那个情况 而且像今天的昨天的就是在国会他们就谈到说 新加坡在今年跟明年 他们进入这个萎缩的一个情形 可能性不大 所以他们也是这么样觉得 所以这个房价如果也没有进入那个情况的话 当然经济也不会进入那个那种衰退的这个情况 在这里可能我要这个特别提一下 就非常感谢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 他们真的这个在这个产业规划和照商引资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也引进了非常非常多这个好的企业来到新加坡 真的是帮助新加坡本地人解决就业 而且呢 也帮助新加坡本地的这个经济圈里面的这个蓬勃发展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对对对 都是很低调 然后没有讲很多 但是真的是很努力的在为新加坡做很多的事情 而且不不简单 因为新加坡的很多的成本方面都不利于新加坡本身 因为我们周边的国家都其实成本都比新加坡来的便宜 为什么要来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后来啊 他们这个经济发展局啊 他们有一个我觉得推的一个概念非常的好 就是他叫做新柔料三角洲 就是新加坡我们都知道的 说你在这里你说搞个工厂 除非你是附加值很高的这样的工厂 你是芯片的呀 还是什么医药的 然后生物医药相关的这些可能合适 那你如果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真的新加坡不合适 所以新加坡政府就在跟印尼 然后跟马来西亚我们周边的邻居 就说OK啦 你公司可以把总部放在新加坡 那可能我的工厂放在马来西亚的新山 对不对 就是这个伊斯干达那个经济特区 再或者是我这个坐个船过去的这个印尼的巴丹岛 然后他把这样的一个安排叫做新柔料三角洲 然后鼓励很多企业就是你需要用工便宜的 你就到新加坡周边的地方 你总部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金融方面 然后呢体制建设 然后以及员工的管理市场策略等等 这一系列放在新加坡 大家就是我很多的这个国外的客户听了以后 他觉得这样比较好 就是也比较合适 而且呢就是也真的有客户来到新加坡之后 就去马来西亚就周边去考察 然后要建厂还是什么 对 然后我们来看 这里就是把它画出来 看得比较明显一点 OK 如果这方面的这个报告 我们就在 河登的那个微信的公众号那边就发布了 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那边就是看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这个 Hartens Asia 河登这个亚洲集团的 你就去微信上搜了 有个二位吗 我这边会挡得到吗 我看看会挡到吗 这样子 大家看得到吗 大家可以扫一下 就是多多关注这个 河登的微信账号 然后呢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 这个市场分析的这个讯息 也有一点在这里可能我想提一下的 就是最近因为有一些新闻爆出来 然后就讲说 哇谁买了什么房子怎么样 然后就讲到市场上面呼哈到 就是大家好像这个情绪上有点紧张 特别对于想买房的人 我是觉得我去年买了 然后就好像没太被影响到 但是我周围正在买房子的人 就有点焦虑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说 哇怎么回事 这个又这么贵了 那个又买了新闻报道等等 那在这里呢 就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福智林 也不能代表河登 因为个人观点 如果你的这个信息 不想就是说媒体报道 对外公开 我不懂我这样讲 对不对啊 是不是可以买家跟这个卖方 然后以及经纪行 他能不能签一个NDA的 这个就是保密协议 我签了保密协议以后 就我的这个交易什么的 也不要上报纸 也不要什么 会不会这样子是一个方法 这是可以的 其实很多那些超高尽职人物 来到新加坡 就是来买资产的时候 一定会有签这个保密协议的 对 所以这个保密协议就是 通常是保护他个人的 隐私 所以不会说他是什么什么名字 他的一些可以让媒体 追踪到他到底是居住在哪里的 可是当然保密协议方面 会有些是可以向媒体公布的 那些比较不敏感性的一些 所以媒体通常报道是会比较不敏感的 当然还是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吸引眼球了 然后所以呢就是一下子一个标题 我们叫做标题档案 然后一爆出来的话就让人看了好像哇 特别是要买房的人有点紧张 大家别紧张 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也是想要从数据从市场 然后以及从这个斯德这么多年的专业经验 告诉大家不用焦虑不用紧张 甚至我为什么要举个人的例子 跟大家讲说我买的房子单价公寓还不到1000块钱 一尺人民币不到5万 就是我买是去年10月份的事情 时间也不会太久 而且甚至我家那小区现在也没说价格涨得很夸张 就是新加坡全岛有不同价位的房子 而且新加坡本来就是花园城市 环境就很好 对不对 哪里都不差的 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紧张 我应该住的那边那个小区 其实环境很好 因为他就在那个公园旁边 然后边还有一个蓄水池 所以如果你是那个单位是面向蓄水池的话 你的瞭望无际 是很舒服了 就很喜欢那边蓄水池 全是4.3公里 对对对 好 很累了 他不是普通的路 他是那种十字的 对 他好像是为了我们就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腿啊 膝盖啊 然后所以特意故意要用这个十字路 然后就健身锻炼 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了 我是比较喜欢清静大自然 然后呢就觉得说工作都在CVD了 那下了班回家有一个更舒服的清静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而且每天早上听到鸟叫 每天早上 他叫你起刷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呢 一个是让大家了解 另外一个就让大家安心啊 不要太焦虑 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啊 嗯 嗯 OK 是就到这页了是吗 对 他还有 还有啊 OK 展望未来 也是也是在你的 同样的那个报告 OK好 那很好看 所以啊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 如果你要对冲这个利率的上升啊 对 一个方式就是买新推出的这个期房 所以这里就可能对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一个期房项目 就是在红帽桥 嗯 这是一个新加坡很多人很喜欢居住的一个地方 啊 为什么在这边呢 啊 我们接下来会跟 我会跟菲律刚刚慢慢的介绍了 嗯 这个 他的名字叫Amo Residence 他 哇 他现在没有一个中文名 他是很 著名的一个新加坡啊 开发商啊 华业 华业集团跟他的一些子公司一起开发的 他们就是 质量是其实很好 而且在这个政府推出这个地转让开发商竞标的时候 嗯 我们现在吸引到15方来竞标这个这个地转 Amo Q因为他就是个很火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所以不火 开发商为什么要15家进来强呢 就是就是来 这真的是很好 而且他的供应是有限 他就372个单位 真的是像马单位不多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他具体位置在那儿 当然我们就说红帽桥啦 然后你就这个图这边 你如果看到那个显性色的 那些就是所有的大自然 卖里之水库 对 卖里之水库附近的一个项目 那也是很靠近这个清静大自然 对 而且你的正对面就是过一个行人天桥啦 就是过那个对面就是公路啊 就是那个毕山红帽墙的那个公园 公园 很舒服啊 就是从那边你是怎样的走 你就去到很多大自然的那个地方 而且如果你要景观 而且也是很好的 下一页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有怎样的一个景观啊 所以如果你面向那个有地方禅的话 因为有地方禅本身就比较低嘛 对对 而且我们可以 等下我会有一页看 他们的其实这个他们建的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其实你的景色是很好的 看看 而且另外一个买房啊 为了孩子的话 读书对 下面也有学区房这个概念 当然这里也算不是说像五级芝麻 这个学区房了 可是在红帽墙 也有很多好学校 爱童什么之间 两个很好的学校 顶尖学府啦 就是爱童跟这个CHIJ 是妮格拉女校 这两个每年都是真的是 人家父母都抢了 抢那个位置的 而且就算你去做 义工啦 在那做义工 你也不一定能拿到一个学校 在这里那个在题外话讲个好玩呢 因为我做这个社区基层义工 做了七八年的时间 所以呢 经常有朋友问到 我说哇你做这么多年的义工啊 他说你小孩在哪读书啊 我说我就在乌鲁血血 去我家门口的邻里小学 哇很浪费耶 我说我不觉得 因为我对啊 我小孩我小孩 我四年级啊 我儿子 他每天自己上学 不用人送 因为过了一条路就学校了 对所以 所以是好 我住在这里 所以你看啊 对要住不近方便 可能我没有标的很清楚 对 所以这个如果 这个箭头的地方啊 这个就是这个Amo Residence 明白 这个你往以北的话 这里是那个CSIG是尼格拉女校 这个你走路的话是肯定能到的啊 如果你是你的你的娃娃是个女生啊 那个就很方便了 就还是要在住家附近了 就是真的会方便很多啊 我去做义工的时候 我就不要把我小孩放进那家学校里 哈哈哈哈 那我们买房啊 当然除了自己住 另外面就是有那个投资的成分 对对对对 那这个是国大的一个研究了 当然在中国北京也是同样的情形发生 就是比较靠近著名学府的那个房价 这个好像这个好像全球通用啊 因为你要有华人的都通用啊 哈哈哈哈 因为需求在那里 大家都是都是想要住的附近 对啊 哪怕我租房子也要住在附近 对那周围的那靠近学校的那些房子 肯定价格就相对会比较好 对对吧 你看我们这一报告是英文的 不是还这么写吗 哈哈哈 还是写靠近学校的房价格普通普遍高一点啊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在红毛桥这里靠近学校的 就刚刚我们说圣里格拉女校对吗 嗯 他比较靠近的就是这个佩洛拉嘛 这个在2014年了 嗯 推出的 所以现在8年了 嗯 所以现在这个Amo Residence就推出是 8年内 这是第一次推出一个新的期望 应该应该会很火吧 因为之前我讲一下就是河登集团的这个CEO 然后骂叶总 然后当时我们录了一个视频 是在东海岸的那个校 对对 后来好像卖的很火啊 很多人想买还没买到 对 哈哈哈 现在啊 去录另外一个视频 他帮Amo录视频啊 哈哈哈 就你看他这家歌一直在上升 而且租房的话 也是上升的 也是很 租金啊 对 甚至如果你看东边的Depest Street OK 靠近另外一个著名的学府 Saint Hilda 嗯 也是一样价格上升了 那个 那个人家也是去那边租房 因为就是为了靠近那个 都是为了方便 对 让小 让小孩早上能多睡几分钟 对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然 其实家长也很累了 你住的也很 家长也很累 OK 就是这个Amo Residence 他就是 现在就是啊 在预售前了 他就在这个7月9日 就是让大家能去看那个样板房 嗯 所以有兴趣看样板房的 就可以跟任何的核灯中介联系 对对对 核灯的中介刚才其实第一页啊 我看到现在真的呃 人数这几年上涨很快 现在是4000多个 掉到4400了 很厉害 哈哈哈 之前之前我介绍每次讲到核灯 我说哎核灯有3000多个经纪人 嗯 然后来然后呢就是你的同事跟我讲说 现在不是3000多了 我们现在已经4000了啊 今天这个又又又又提了 现在4400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你如果刚才是买那个房子 像是那个有地方产的 很舒服啊 你在二楼三楼那边 就算买那个比较叫低楼 对也是 也是OK 不会被遮挡的 对也是OK的 在这里再说一下 在新加坡就是市区里面的这个有地住宅啊 不管是就是独门独户的 不管是连派别墅 还是什么独立的别墅啊 什么半独立养房这些都是新加坡公民才能买啊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 呃 如果说还没有拿到这个身份的朋友的话 可能要有能够选的就是可能像Amo这样的公寓了 对吧 公寓的项目去购买 再或者就是圣桃沙 但是圣桃沙也不是不好也是好了 就是另外一种度假的一个一个感觉 圣桃沙现在也是有一个项目也是今天也是在啊在卖 也是也是河登在代理 河登也在代理 对明白 而且那个真是你就面向南中国海一网无遗 就是很用度假感觉了 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在新加坡 新加坡本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然后只是说经常人的心态是要找的那个美好的风景在海外啊 身边有很多公园还没都走完 甚至是我们在这里像我在这里住了17年了 我也没有把每个公园都走遍啊 呃这个时候你说你啊我非要去趟巴黎岛其实也不一定嘛 你现在不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呢 对对 所以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 对那我们总结一下吧 对啊 所以就就稍微就做一个总结一下 嗯第一就是如果大家啊 比较担心说经济会不会衰退 然后间接影响房地产的话 啊我们的研究就显示的是 啊那个房地产其实它的变动会比那个经济来的快 所以如果你要比这方面来预测的话 就先看房价 房价如果先下跌 那个就是接下来就很有可能就是经济衰退了 明白 那另外一个就是利率方面啊 对冲那个利率的上升嘛 嗯就是买啊新推出的七房项目 那更能帮助大家 因为你贷款的数额可能要到一年 或者多过一年之后 你才需要啊 银行才会把那个钱啊 发给那个开发商 然后你才需要偿还那个贷款 对 然后我这里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就是说首先呢买房子的时候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不要过分的去借贷 因为过分借贷 比如说我算的准准的 我一个月就有六千块来还月供 万一利息上涨了 对 变成了六千五或七千块 那可能那五百和一千块 就变成了一个经济的压力 对 就是我们做东西多少 都是给自己和家人留有余地 不要太压力啊 甚至是投资也是一样的 房地产投资 也是不要过分的去这个借贷 不然的话就是可能 买了很多房子 但是呢如果说利息整体一涨的话 那每个月要多付出去的钱 也变成了一个经济的压力 对不对 就是相对稍微保守那么一点点 对 然后让自己没那么累 对吧 我常常讲说人生这辈子这么短 干嘛要让自己那么累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给核灯打个小广告 毕竟核灯在市场里面 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而且经纪人也有4400多位经纪人了 然后也都是非常专业的 因为在新加坡的话呢 经纪人是要持牌的 也受这个经济的这个 CEA的这个协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写的 政府的协会对吧 对 政府管制的 政府管制的这个协会 它是需要考试啊 每一年要各种的这个上课啊 提升自己啊 然后他才能续他经纪的这个牌照的 而且这个监管制相对非常严格的 那么所以呢 核灯一定是值得大家信赖的一个品牌 那当然只要是这个 穿着这个核灯衣服的啊 可能可能撕的往前一点 给大家看都可以 就任何一个核灯的经纪人啊 您都可以就是说通过他们来寻找您心仪的房子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 然后祝福大家在新加坡置业 在新加坡投资愉快身体健康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